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5点24分 已经来到了成都的火车东站 现在来乘高铁到北京 应该说是乘动车 这是我的行李 那个小的是我妈的 其他三个是我的 我们到北京的动车是6点55的 现在早一点来 你看车站门口这么多人在吃饭了 现在进站了 先进行安检 看后车大厅已经很多人了 有些火车6点过就开了 是早上打车过来 一共给了30块钱 36块钱加小费 现在开始检票了 到北京的乘客感觉还是挺多的 现在6点39了 火车是6点55分的 现在我的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了 上面那个箱子是我妈的 自列动车是复兴号 成都东站 因为我行李挺多的 有两个大的箱子 还有一个小箱子 那个小红帽就可以帮你先进这个车站 但是它收费就是60块钱 一个箱子 就是有点贵 然后后来我看到那有无障碍电梯 那个小红帽它也是走那个无障碍电梯下去的 所以我妈就没有叫那个小红帽 帮忙送这个行李上火车 我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是一个人嘛 坐火车 当时行李太多了 就叫着小红帽 北京的小红帽 小红帽非常贵 反正就是给你推一车一个人 就是250块钱 还是230万了 成都呢就相对便宜一点 就是60块钱一个人 带一件行李 大家看这个动车 根本没有坐满去北京的 现在开车了 外面天还是黑的 先生们 列车运行中请您正稳扶导 本次列车全程静止吸烟 感谢您的配合 欢迎乘坐成都局集团公司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6点55上的火车 现在10点02分了 已经马上要抵达西安北站 非常现代化 你看座位的编号全是液晶显示 所有的显示屏都是液晶的 前面这个位置很宽 是专门给残疾人做的 上面还有个显示屏 先下后上 请注意脚上一趟 不要往上挤 下车都跟上了 抓紧时间要下车要去挤 往后退一下 先不要装挤 第一次坐动车到达西安 前面做个快车 10点04分 已经到达西安北站 你看这前面还有一个老外 这还带了一个残疾的轮车 前面那个 上面是高压线应该是 以前坐快车都要10个小时 才能到西安 现在3个小时 厕所也很先进 全是敦式的马桶 是电动的 旁边一案 哇我还说座位是空的呢 你看西安好多人上车 下一站应该是郑州 下一站是洛阳龙门 就是那个龙门市区 现在来到了中原大地 洛阳龙门站到了 11点22到达荷兰 洛阳车站 现在浮行号到达河南洛阳龙门车站 中原大地 这里还有热水提供 下车 中途停站的时候 下去一两分钟 这个洞车马上就要开了 那下一站就是河南郑州 郑州的东站 河南郑州省会城市到了 车上的首提是水机型灭火器 这是动铁两个车厢之间的连接 每一个站都在打扫卫生 很不停的在打扫 非常干净 现在到达郑州车站了 刚才列车员说 建议量不要下来了 但是很多男同志还是下来吸烟 但是那个沉默员说 有的车站只停三分钟 石家庄那个高铁车站只停两分钟 所以大家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2点07分钟已经到达荷兰郑州了 从成都到郑州只花了5个小时 高铁 这个动车上还有这个USB的手机充电孔 好 现在吃个午饭 泡一桶这个方便面 然后旁边是我带的这个四川腊肉 美味的一餐 哇 列车上还有盒贩卖 现在来参观一下这个餐车 哇好漂亮 列车上还有防爆弹 这里路过好像是安阳 不知道有部电影大家看过没有 叫做安阳婴儿 十一步镜篇 现在到石家庄站了哈 离咱们首都北京是越来越近了哈 很多人在这儿抽烟 外面是河北省的省会 石家庄 我妈把北京回成都的机票都买好了哈 她晚了一步 有一趟七点过的那个飞机票才570 她晚了一点 然后又买到7点钟 从北京首都机场到成都双流机场的 才600多少 620 620 570的那个卖完了 还晚了一步 看比这个动车还要便宜啊 但是坐动车还是好啊 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啊 2点15分了 北京西站要到了 北京西站到了 今天的北京是蓝天白云 电车已经到达北京西站 动车的是抽水马桶 这是我的行李啊 加我妈的行李一共4个 是啊 我看到这两个老外 也坐的是动车到北京 这里呢 火车下了 没有那个直达电梯出口啊 就从这个坡道 把这个行李拖出来的 还还算省力吧 现在来到这个地铁公交自住售票区 来买这个市政交通一卡通啊 好 现在这里是自住办卡啊 卡成功 请取走您的一卡通 现在来坐7号线走到朱氏口 地铁是挤满了人呐 北京西站吧 他们没有那种上下的自动电梯 只有自动扶梯 所以东西扛多了比较麻烦 还有那个残疾人坐轮椅车的话 他上下就比较麻烦 因为他都是那种鞋着的那种自动扶梯啊 他要专门找工作人员 开通那个自动扶梯的残疾人 上去的那个坡道 那个系统啊 没有直上直下的 所以残疾人来这个西站 他比较麻烦了 我搬行李上去嘛 我妈在下面等我啊 因为行李比较大嘛 然后一个那个地铁的工作人员 就帮我妈把行李扛上去了 所以我就空着绳下来了 给那个北京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点个赞啊 太不错了啊 就是啊 这是珠寺口站啊 珠寺口地铁站的工作人员 谢谢 这个地铁站啊 出这个A口的西北口 没有那种直上直下的电梯啊 只有这种自动扶梯啊 你看这种自动扶梯 来来回回做了三趟啊 没有直达的 终于拿上来了 这条巷子进来就是大石烂啊 然后我们订的酒店 就在前面 走路12分钟 下了地铁站啊 早知道打个低啊 一看10点分钟走过来很近嘛 但是呢 我的那个箱子的轮子坏了 我们订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橘子酒店啊 没有在网上订 过来先看一看 好 现在我们拿到房卡了哈 订的这个房间还是不错的 这个酒店全新装修的 是2022年装修的 很智能的 里面都是用语音控制这些灯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卫生间 这个房间呢 是650打折下来啊 平时700多 本来我们订的是有一个露台的啊 可以望到天安门 远远的望见天安门 但是没有了 因为我妈妈不让我提前预定 她非要来看了 看好了她才给钱 没办法 那这样呢 就便宜100块钱 每天省了100块钱 也行 马桶非常干净啊 还是热的 带这个热座垫的 旁边有拖鞋 上面是洗漱 石子这些非常非常干净 毛巾也非常干净啊 还有这个吹风 很现代的简约 有点北欧风格啊 她这个房间是两个床 平时都要700多 专人床就比单人床要贵 就是仓库小一点嘛 在寸土寸金的这个 前门大街这里啊 大石烂这里也算不错啦 这一个小仓库 那像另外一侧临街的 也是订完了嘛 因为我妈不要提前预定嘛 所以好多房间都被人挑完了 这里有水啊 免费的水啊 牙膏牙刷也是有的啊 非常漂亮 这还有个小沙发 来个扫一下 不错不错 很满意 很满意 橘子酒店 这是衣架啊 这是进门口 还有一个大镜子 非常新的装修啊 真的非常不错 很满意 好 现在大概收拾好了哈 和我妈准备 现在出去吃个晚饭 好 现在下电梯 他这个电梯都要刷房卡 才可以上下 电梯里面还是很漂亮的 嗯 这里还可以自助洗衣 滚筒的 还有给你提供了洗衣液 非常贴心 还有熨斗啊 你看 洗衣服的时候 还给你提供座位 在这等着 很不错呀 这一个小机器人 可以给你免费送东西 送餐啊 送洗漱用品 这是橘子酒店的大厅 很漂亮 橘子酒店啊 现在很多客人进来入住了哈 这里是观音市街 好多游客哟 我们住的酒店正对面 哇 这条街到处都是酒店啊 但是这些酒店呢 就没有我住的那个橘子酒店 装修那么漂亮 这旁边有一家儒家快捷酒店 也是挺漂亮的 它是两个床的是246 就比我住的那个橘子酒店便宜一半 但是它没有电梯 要爬楼 就有一点具体了 但是呢 那个服务员说可以帮你扛箱子 哇 这儿有一家德园烤鸭店 从我住的酒店走路过来 一分钟就是张一元中华老字号卖茶叶的 然后过一个马路 街对面就是大师那儿 前面大街也在前面 这里过来就是德云社啊 那个耍上面的二维码买票 哎呀 可能很贵 因为是冬季嘛 这条街游客不是很多 这一群老外在这儿拍照哈 戴着圣诞的帽子 哎呀 大师那儿这条街啊 满大街都是 中国老字号 中华老字号 大师那儿 然后往前走就是前门大街了 这是全聚德的起源店啊 都说不好吃又贵 这里是北京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啊 我从来没有进去看过这些蜡像 这个是成龙 怪不得能是明星 好脸 好小一个 这是澳大利贺本 Tiffany的早餐 这是前门 城楼 前门大街这一块 好像一直在修啊 每次来都有一点不一样啊 这里是正阳门 很可惜啊 北京的很多老城墙拆掉了 你看这一排 全部是厕所啊 男女都可以共用的 现在才6点18 天都全部黑下来了 你看很多警察同志在这里站岗啊 晚上出来溜达还是很安全的啊 早了半天啊 准备来吃这个方专厂六四九号杂酵面 连续四年米提林推荐品牌啊 这个谢霆锋啊 在这里打过卡的 你看这么多人排队 刚才啊走了一圈啊 去买眉笔啊 因为我的眉笔掉了 你看今天眉毛都没画啊 看着人就不精神啊 走了半圈终于买了 十块钱一只 在一个小店买的 现在把眉毛画上了啊 好像要精神一点了 方专厂六四九号炸酱面 我师傅正在炒炸酱 这么大锅啊 好马上就要排到了啊 事情太好了 爆满 吃淡的酱 把这个面拌匀 之后放菜就可以 你这边慢用 好 我们点了两份炸酱面 还点了一个面汤串丸子 他这一份炸酱面 有13个菜马 很丰富 他要用这个油 先把这个面给润一下 然后再放那个菜马进去 跟我妈说一下 我和我妈她点了两份炸酱面 然后点了一个面汤串丸子 因为他这一锅呢 只要这一份面了 所以我的面要等一会儿 一共是82块钱 还是可以哈 价格 对 对 把它都改下去 我妈以为分开吃了 要拌的 红红绿绿啊 颜色就很漂亮 可以哥 太大了 我妈说吃不完 她就退掉一份 两个人分着吃吧 哇 店员真好还送了 我们两串这个糖葫芦 味道非常好 吃完了 他们家的服务泰酥啊 非常的好啊 这还可以免费加面 吃完了味道非常好 然后服务泰酥也非常的好 现在7点20了 我们吃了出来 这个69号炸酱面 还有很多人排队啊 谢霆锋好像是2017年来 来他们家吃的 但是不是在这家店 可能是在那个 这个创始人的最早的店里面 后面有个老外 很多游客 因为明天早上要去看生棋 还要去看毛主席的纪念堂 所以说买一点早点来吃 但是这个道花香看了一下 哇好甜 但我妈比较喜欢吃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果丹皮 过来买了三盒的老北京酸 10块钱三盒 非常不错 今天早上去天安门看生棋 然后我妈就买了一个八宝粥 我就买一个老团酸菜 还有腊肉 明天早上就可以吃 然后又买了一些糖葫芦 现在回酒店了 这酒店好暖和进来 酒店吧 它全是智能声控的 它那有个声控的 试一下 小杜小杜 给我们放一下中央电视台 一台的电视节目 没有反应 电视都关了 小杜说 这个声控说电视呢 还不支持这个语音控制 橘子酒店嘛 位置特别好 楼下就是大十二 然后往前面走 就是前面大街 然后地铁站也在附近 然后如果你去住那种大酒店的话呢 它位置就没有那么好了 可能还要坐地铁 才能到一些步行街 本来想去住民宿的 看了一下 我妈民宿就价格太贵了 一个晚上差不多要 一千二 一千七百块钱一晚上 我妈就觉得太贵了 就住这个酒店 六百五十块钱 人民币一晚 我妈都觉得 太贵了太贵了 她觉得两三百 都已经是很好的了 明天早上呢 四点半就要到天安门 从这边走到镇阳门 然后要去看 早上的生活起仪式 因为要提前去嘛 因为还要做安检 安检要过四道安检 有点复杂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它有四个入口 都需要安检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看完升级医师以后呢 就去毛主席纪念堂 去看一下 那个也是需要预约的 但是都是免费的啊 但是你要去上天安门城楼 可能要给钱了 那我妈她们呢 就不用给钱 因为是老人家 看完以后呢 明天下午准备去 那个琉璃厂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 今天来北京的第一天嘛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啊 觉得北京这个餐馆呀 或者是宾馆呀 还是地铁站啊 服务态度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有问必答 然后呢 有时候地铁站的人 还帮你拎行李 到餐馆呢 菜点多了 还可以退 并且别人毫无怨言 觉得北京的服务 真的还不错啊 总之吧 欢迎大家去我们四川旅游 也欢迎大家都来中国游玩啊 小杜小杜 在呢 明天天气怎么样 北京明天晴 零下二度至九度 比今天冷一些 天气冷 注意多保暖 小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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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贻